李家庄粉面厂开业了20多年 循古法制造 采用了新式的机器 是不断研发各种的粉面 供应广大的消费者们 无论是在华阳超市 餐厅都可以买到李家庄的粉面 获得了极佳的好评 李家庄粉面厂的负责人 多年来也为了回馈社会 特别是捐赠所得 帮助华部服务中心 还有洛杉矶儿童医院 李家庄粉面厂负责人 多年来为回馈社会 特别捐赠所得 帮助华部服务中心 及洛杉矶儿童医院 日前年节展上 李家庄粉面厂 摊位顾客络绎不绝 销售旺盛 年节展上所有的销售所得 将捐给华部服务中心 这是李家庄第二次 为华部服务中心捐款回馈社区 我们李家庄粉面厂 是已经做了35多年的粉 我们做的粉就是有 虾肠 栽肠 活皮 然后不一样的炒粉 汤粉 然后我们新出的产品 那个佛和派泰 然后我们就是专门做这个 这个Event 就是可以我们想帮助 Chinatown Service Center 因为像我们做了这么多年 如果没有这个 Community来帮我们的话 我们也长不了这么大 然后我们现在 现在可以帮回Community的话 很想帮他们 所以我们就找到了 Chinatown Service Center 他们就是专门来帮华人的 去让他们帮就是新的移民 他们来的什么时候 来的时候的话就可以帮到他们很多的东西 我们是非常的高兴也很荣幸的 得到很幸运的得到李家庄 今天是第二年来祭祀我们的这个 娃娃服务中心 我们中心的服务的都是 全部都是新的移民 还是生活比较困难的 华人在美国生活的 所以需要的很多支持的乡家 还是个人来帮忙 李家庄他们在这里 也是新的移民做了35年 也是从头开始 然后呢 生意做得越来越好 他们记得来回归社会 选到这个娃娃服务中心 这是我们的非常幸运 在这里呢 谢谢他们支持 今天做这个活动 就是很感谢可以帮到Community 然后我们要特别感谢李锦记 因为没有他们的酱 我们今天的话 也是做不了那么成功 所以很感谢他们 在社区民众的支持下 李家庄粉面厂发展壮大 成为知名粉面厂 本次活动也特别感谢李锦记的支持 李家庄粉面厂积极回馈社区 希望为社区发展尽一份新意 为社区的弱势团体提供服务 天下卫视洛杉矶采访报道